吴奇隆和劉詩詩 因為合作步步驚心 擦除愛火 兩人相差17歲 求成正果 2015年宣布結婚 4年後也生下兒子步步 一直以來都是幸福形象的他們 25號突然在微博被爆料 雙方已經在走離婚程序 最快會在下個月官宣 甚至還用漫畫的方式 影射吴奇隆跟女助理有曖昧 兩人還常常穿情侶裝 之後陸媒向當事人求證 吴奇隆則透過工作人員否認傳聞 並表示已經發了律師函 要用法律途徑解決這件事 而他也在事發後換了一張頭像 原本是跟老婆一樣的Q版照片 換成一張真人照 手上曬出結婚戒指 戒指駁斥要離婚的消息 之後還有網友找到多張 吴奇隆和女助理走在一起的照片 試看這下兩人的褲子、鞋子 都是很常見的基本款 衣服看起來也不一樣 多數網友也不相信 這麼恩愛的施隆CP 會傳出婚變 認為應該只是無聊的造謠 本集團 本集團